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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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来观赏 这一系列的新的节目 关于属灵品格的培育问题 我想关于属灵品格的培育 可能很多的一方面家长们 会很关心你怎么样培育你的孩子 特别做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更应该关心这个孩子 从小长大的时候 我们很重视教育 中国人一向是如此 那基督徒当然也是如此 不过谈到属灵品格的培育 一般的家长都知道 我们所谓的IQ 要很重视 治愈方面的 可是我们都知道 有IQ有EQ 可是你听过SQ吗 什么叫IQ 那就是智力上述 英文叫做 Intelligence Quoted 那么EQ呢 是Emotional Quoted 叫EQ 叫情绪上述 这两点我们都会 待会提到 那什么叫SQ呢 SQ是Spiritual Quoted 是属灵方面的 一些品格方面的事情 那你知道 智商 IQ方面 一般中国的家庭 很重视智商方面的教导 那什么叫智商 智商其实就是 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特别表现在逻辑 推理 分析能力方面 也就是说IQ高的人 通常是数学高的 所以普通在IQ的测验 都是测验一些 几何跟数学的图形 所以IQ很高的人 往往就是 他很懂得分析 数理能力很强 这样的人 大概可以做工程师 然后呢 他可以处理一些 科技的问题啦 财务方面 可能也处理得很好 那什么叫EQ呢 EQ就是情绪上述 情绪上述 是指一个人 待人处事的问题 所以呢 EQ高的人 往往做老板 IQ高的就做伙计 所以IQ高的人呢 一定可以找到工作 可是呢 他是替EQ高的人 来做事的 所以EQ 很多人很看重 你现在 一般坊间的书 大概十本 有七八本 是讲EQ的 那为什么 没有讲IQ呢 IQ大部分是遗传的 所以呢 天才老爸 会生出天才儿子 这是我们的想法 所以我们重视优身学 不过 根据 可能统计来说的话呢 天才生出白痴的机会 跟生出天才的机会 大概一样多 不过不管怎么说 IQ是一个 先天造成的 所以很少人去 培养IQ的 但是当然 真的还是有很多 补习班啊 补习数学啊 等等 希望把它的成绩 拉高一点 不过如果你IQ是确定的话呢 你再怎么补习 大概就一个范围 没有办法更好 EQ是后天造成的 主要是谈到一个人 为人处事的一个能力 特别是在困境 在逆境 在挫折中 EQ高跟低就差别很大 现在所有的报章杂志 都在讨论年轻一代的问题 那台湾把这个年轻一代的 叫它叫草莓组 什么叫草莓呢 表面上是光鲜亮丽 可是不耐压的 番茄还比草莓爱耐压 所以呢 一个人情绪上 就受不起任何的挫折 所以EQ很高的人 他容易在逆境当中求生成 那么同时他懂得与人相处 与人为善 他将累积一些资本 将来他碰到困难 别人会帮助他 所以EQ很高的人 他在困难环境中 学习怎么样坚韧 同时呢 如果EQ很高的人 通常不但在逆境中 要懂得坚韧 他在顺利的时候 也要保持低调 保持谦卑 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 很高傲的人 好像很有本事 把别人看得扁扁 这样 人其实EQ不高 因为你得意的时候 你可以 这样子 但是等到你挫折 患难的时候 你就没有朋友了 所以EQ很高的人 不但是能够耐压 EQ很高的人 也懂得在顺境中 要保持谦卑 保持低调 然后在所有的事情上 EQ很高的人 也懂得感恩 对人 对事 对基督徒来说 也懂得对神感恩 那你感恩的话 你常常保持一个 比较喜乐的心 你会觉得周围都是天使 其实不知不觉 你也变成天使 EQ很低的人 得意的时候就狂妄 失意的时候 就像落水狗一样 很惨 然后那时候 看别人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是 怀才不义的人 然后就愤世嫉俗 这EQ很低的人 这样的话 往往是恶性循环 所以EQ低的人 往往在得意的时候 比较才高气傲 目中无人 他慢慢的慢慢的 越来越得罪他周围的人 那EQ很高的人 就懂得 顺境的时候 稍微谦卑一点 然后乐于助人 帮助人 其实这是将来 他碰到困难的时候 别人会回馈 那他也避免 在自己得意的时候 太过于傲慢 但是在失意的时候 也不要太过于 好像愤怒 可是你今天仔细看看 在今天的商场上 还有政界来讲 很多人EQ很高的 EQ很高的人 他很容易 但短时间之内 显示出他的成功 因为他朋友很多 可是EQ很高的人 也常常是SQ很低的人 也就是说 什么叫SQ 这个灵性的这个商术 跟他的道德 是有关系的 所以一个人的品格 是从SQ看出来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EQ很高 SQ就高 不 常常很会做人的人 有的时候也是 八面玲珑 没有原则 没有是非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所以将来在历史上的评价 往往是SQ决定 而不是EQ 我们喜欢读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人物 十个有九个EQ很高的 但没几个SQ很好的 我们中国人 最喜欢读厚黑学 厚黑的人 脸皮厚心黑的人 都是EQ很高的 他会在逆境中求生存 好像不死的怪猫一样 但是往往在历史上的评价 是很低的 曹操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你喜欢曹操吗 我想没有几个人喜欢曹操 所以他叫尖雄 可是他毕竟是雄啊 那问题是 他这个人是没有什么道德的 那SQ往往对基督徒来说 是一个跟神的关系 所以是一种灵性上的 属灵的品格 这来自于神性 所以真正SQ很高的人 好像中国古人提到一个 君子应该有的境界 叫做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这是SQ很高的人 所以他有原则 他为了原则 可能牺牲他的前途 牺牲别人 好像很容易可以拿到的成果 他不是不知道 他只是不愿意 为了原则而牺牲这一切 所以SQ很高的人 往往在短时间来说 他不算是成功人士 可是长时间在历史上来看 他是我们所敬佩的 卓越的人 所以问题是 你要追求成功或追求卓越 看你怎么选 看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那因为SQ是跟 对基督徒来说 是跟神性有关的 是跟神有关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所有的属灵品格 圣经章 当然很多圣经有提到 这个属灵的品格 譬如说加拉太书第五章 叫做圣灵所结的果子 然后无论以福所书 无论在其他的书信里面 保罗也常常提到 各种属灵的美德 但是所有这些属灵品格 都是后天环境造成的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 天生是谦卑仁爱 什么时候 这些所谓属灵美德 不是天生的 这都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 连希腊哲学家 亚里斯多德也说过一句话 他说优秀 是一种后天培养出来的习惯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美德 所有的优秀的素质 是后天造成的 但是不单是后天造成 而且是一种习惯 他不是偶尔做一次 他是经常不断地如此 所以我们所谓的属灵品格 是他好像很自然流露出来 一种生命的素质 不是偶尔 这是天天的 经常不断地表达出来的 所以叫做修秀 是一种后天培养出来的习惯 所以问题就是怎么样培养 那么这一系列的节目 我们会谈到很多属灵的美德 但我们会教导我们大家 做父母的怎么样培育你的孩子 在属灵的美德方面 逐渐地从小被建立起来 那对我们每位基督徒来说 我们也需要去知道 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 从我信主之后 能够每天不断地追求长进 然后慢慢我的属灵的品格 可以逐渐被建造起来 甚至在一个很不顺利的环境当中 神怎么样帮助我建立 我这样一个属灵的品格 那么历史历代的 包括圣经中的人物 还有历史当中属灵的伟人 都曾经在很恶劣的环境中 在神的引导之下 然后被锻炼出这种属灵的美德 所以在以后每一个 我会提到九种属灵的美德 当然属灵美德不止九种 你可以有十二种 你可以有十五种 我只是列举了九个 这九种属灵的美德当中 我也都尽可能会提到一些 所谓历史当中的典范的人物 他们怎么样活出 这种属灵的美德 他成长的过程中 他经历过什么事情 以至于在神的手中 逐渐被雕塑成这样一个人 那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也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当然谈到属灵美德的培育 我首先要强调的是 培育这个属灵的品德 主要在家庭 我们常常觉得 属灵品德的培育 大概就是靠牧师 教会儿童主日学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其实你要知道 今天所有的一般的学校 从来不教品德的 希望国家是如此 我想在台湾 中国包括各地方 你到马来西亚的乔校 你到任何地方去 请问有哪一个学校教你品德的吗 广泛没有 他们都是在治愈 IQ方面 希望能够提升 他们连EQ都不教的 就是说怎么样 控制你的情绪 怎么样学习做人 越来越少学校教导这方面 那灵性上的教导 我想连基督教学校 都不见得教了很多 所以其实 属灵品格的教育 责任主要是父母 不是儿童主日学老师 不是学校的老师 也不是牧师 不是说牧师 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不重要 他反而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主要的角色是父母 而今天品德教育 或者说属灵品格的教育的失败 大部分是父母失败的 所以有时候看那些孩子 管教的不好 我常办开玩笑说 孩子没问题 那个妈有问题 这种妈会养殖这种孩子 那种妈记得包括爸 对不对 我们中国古代是这样说的吗 养子不教父之过 养子有成啊 母之功 所以母亲节都有大肆庆祝的 很少人大肆庆祝父亲节 父亲节都是附带的 不过当然也有道理 爸爸好像在家 跟不在家一样的 爸爸没有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 养子不教父之过 没错 虽然都是妈妈在做 可是功劳是给妈的 问题都是爸的 父母没有立下榜样 品格的培育是不可能的 圣经上怎么说呢 生命记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 生命记第六章 第四节说 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所以你看 你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的时候 行在路上的时候 都要讨论 躺下 要睡觉的时候 也要讨论 为什么 因为品格教育 是一种如木兰的 尤其当年孩子很小 甚至他不会讲话 他已经在观察父母 所作所为 所以品格的教育 不是我们中国人也说 主要是深教 不是严教 不是你嘴巴讲讲讲道理 我们都很会讲道理 可是你活出来的 胜过千言万语 所以孩子可能不懂事 或者慢慢成长到懂事的时候 他会看你 如果你平常就是贪小便宜 如果妈去菜堂买菜 常常趁着人家卖菜不注意 偷把两根葱 然后回家还给你孩子说 你看 偷了两根葱 他没有看到 哇赚到 你问你孩子长大会怎么样 当然了 偷点糖 做币 偷点分数 长大就偷国家两千万 从小就是妈讲出来的 妈妈只偷两根葱 儿子长大 我告诉你 读了大学 读了博士 就会偷两千万 他从小给他的培育是这个 所以家长在儿童品格培育过程中 扮演不可取代的最关键的地位 但我说过 在基督徒家庭当中 品格教育的失败 大多是父母 没有真正活出 基督徒应该有的那种生命 那还有呢 就是管教的方式让有问题 所以在以后的课程中 每一个品格的培育 我都会提醒做父母的 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塑造这种属灵的品格 那当然对儿童的教育来讲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常常要机会教育 一个实际的案子发生了 你怎么借着这个机会 来教导他 怎么样诚实啊 那诚实有受负代价 那宁可负代价 也要诚实 那这种情形 就是你父母实际上要做出来 这是一个机会教育 因为对他们来讲 你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呢 有的孩子太小的时候 搞不清楚 实际活生生的例子 是一个最好的教育方法 那今天这个社会呢 其实社会也好 甚至教会 很遗憾地说 充斥了很多的罪恶 很多的黑暗 好像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力往狂澜 改变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往前看 不是往前面看 都是往金钱去看 遗憾地说 连教会都是如此 所以教会常常出现很多丑闻 不是有婚姻上的丑闻 就是金钱财务上 那像这一类的事情 谁来关心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你不要以为教会大了 布道会的很多人 就是神的国就扩大了 那倒不一定 神的国是看门徒的 不是看热闹的 所以因此很多的来参加聚会 甚至信主 甚至受洗 都不一定叫门徒 真正神的国 还有神的义 谁在关心呢 那所以看来是个 很悲观的说法 但是事实上 从圣经从历史上来看 神在每一个时代 都在呼召 也兴起了一些 常常是年轻人 然后成为扭转 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 这些人可能不多 人数不多 但是忠心的人 所以重点 不在于人数的多少 在于他们是不是精兵 像士师纪结束 到撒末尔纪的时候 然后就带入扫罗王跟大卫王 关键的人物就是撒末尔 撒末尔一个人改变一个时代 所以撒末尔纪上 第三章第一节就提到 那个时候 士师纪结束的时候 时代黑暗 甚至耶和华言语稀少 不常有漠视 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出口 没有先知 所以神干脆闭口不言 第三章结束的时候 却是从但到别是吧 全以色列都知道 神兴起了联幼的 甚至被称为童子撒末尔 做他的出口 整个时代改变 所以撒末尔流转了一个整个时代 建立了一个 从四世纪时代进入君王的时代 所以案例了第一个君王 扫罗王 第二个和神心意的君王 大卫 所以他整个改变的那个情势 他建立了先知学校 诸如此类 所以一个人是可以改变时代 神在历代当中 兴起了大卫 兴起了这个 心情的那个 所以神用少数人 但是他必须是绝对对神忠心的人 以后我们会提到有一个人物 叫约翰·威斯里 他在十八世纪的英国 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 他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 他说神啊 如果你给我一百个人 他们除了神以外 什么都不爱 除了神以外 什么都不怕 我可以把英格兰翻一个神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百个 一百人勇士 我们不知道算得出来吗 但是我们知道有好几个那个时代的人物 但是就是那些人改变英国的命运 你说英国崛起是船间炮利吗 那是外面的东西 里面的精神上的 其实英国崛起不单单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带来了很多 船间炮利 可是社会的腐败 也是从工业革命开始 在那么最腐败的英国 怎么把英国翻个身 就是靠约翰·威斯里 威博佛斯 然后像宣教士 克里威廉 都是那个时代的人 还有更多 像布道家 怀德菲德 一些人 他们真的是 除了神什么都不爱 除了神什么都不怕 整个英国的风气改变 他们塑造出完全不同的 社会的道德风气 台湾的情况 中国的状况 我想我们都感到同样的 有一点感到悲哀也好 无力 但是我深信神在每个时代 还是能做工 问题是 神能够在我们当中 找到这样的人吗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 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 叫做Abraham Mushlow 美国的心理学家 他是犹太人 他提出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理论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 他从最基本的 就是物质的 生理的需求 要吃 要喝 甚至有性的需求 最起码的物质的需求 这个需求得到满足 他会追求更高的 这个没有得到满足 他什么都不要 所以你不要跟穷的钥匙 活不下去的人讲 国家大事 理想 太空泛 他要活下去 可是有物质的需求 他就有心理的需求 特别是安全感 没有安全 他会逃亡 有了安全感 他会追求更高的 这种叫做归属感 他就要被爱 被接纳 有一个他觉得是 他有归属感的一个社会 有了归属感 他会更高一点 去追求什么呢 价值观 他会被别人看得起 所以读书要学位 我们所有中国人 都是追求学位的 然后社会的地位 开什么车 住什么房 我想在台湾的社会 在中国各地 你都会看到这种现象 可是这不是最高的 还有更高的 Marshall说最高的境界 有一种人 他在追求一种 自我的实现 好像我有个梦 这虽然是50年前 金恩博士 在一个民权运动 所发表的 但是我想 小孩子都会有说 我有个梦 你的梦是什么 有梦才美 可是问题是 这个梦是什么梦 我们希望实现 你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可是对基督徒来说 你的梦是什么 你是想实现 你自己的什么东西呢 在基督教界 我们通常称之为意象 Vision 或者叫做愿景 就是一般的翻译 那么基督教翻译成意象 可是我发现 很多基督教 基督徒 基督教界出的书 大部分的Vision 那种意象 我看是个人的野心 不是真正的意象 因为那是 我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我要成为一个 大教会的建立者 我要创立一个机构 我也这个要做 完成 那要完成 其实那还是 自我的报复的实现 真正基督徒的 最高理想 不是 Self-Actualization 那就是 Marshall说的 自我的实现 基督徒 我想我们的目标 应该是 Christ-Actualization 基督在我生命中 活现出来 也就是加拿太师所说的 我活着 不但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身上活着 除非耶稣基督 要你建立一个 超大型的教会 你不要去建 超大型的教会 那是你的梦想 是你的野心 不是神的意象 我们今天常常是 要做梦 做大一点 越大越好 其实我看这种书 十本有七八本 都是歪理 原谅我这么说 这是自我无限膨胀 却不是基督 在我身上的显现 保罗怎么说的 或生或死 总叫基督 在我身上造成显大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有时候我们的衰微 是基督的兴旺 但是我所要求的 应该是 基督在我生命当中 能够被彰显出来 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属灵的美德 品格的培育 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各种属灵的品格 圣灵的果子在我身上 非常明显地被彰显出来 我们基督徒 常常有一句 适时而非的话 从人性来说 我们会说 对的 人是软弱的 所以你不要看我 我会软弱 我会失败 可是请问 一个福音目到朋友 他不看你看谁呢 他会眼巴巴地看着你 所以基督徒 常常会绊倒人 因为你的见证 使基督的荣耀 受到亏损 你不能避免 他非看你不可 我们应该这样说 我们的生命 像是一个玻璃座的透镜 我们在中学学过光学物理 你把一片片的玻璃透镜 一片片把它排列起来 你算好距离 然后对焦 你就可以把几个灵片 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透过这个 变成显微镜 变成放大镜 所以小东西变大了 所以我们是透镜 别人透过我们 看见他看不见的基督 所以你不可能不看你 但是他真正看到基督 好像没看到你 你看望远镜的时候 谁看到玻璃了 你不会看见 那个玻璃的什么东西 但是你透过它 看见那个东西 别人透过我 看见基督 所以做见证的时候 最好不要宣宾夺主 讲到最后 只看到你的丰功伟基 却看不见基督 所以 属灵品格的培育 是让别人 透过我 看见基督 这是最高境界 盼望在以后的 每一个节目当中 我们会一个一个 介绍九种 属灵的品格 我们会谈到 我们怎么样去培育 这样的属灵的品格 盼望各位观众 能够继续收看 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 关于属灵品格的培育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谢谢 再会 了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生的殿 踏平 将同的岛 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 可遇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耶路上